知识 勇气 还有成长的信念 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 但是玛丽玛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 多加了一种成分 化学物UFO 因此 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 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 玛丽玛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 打击无趣 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 今天你有点无聊吗 有点兴奋吗 有点难过吗 有点想睡觉吗 有点闪闪吗 有点撞谎吗 飞碟有一点 É吧 有点黄鲜牛 matter -关锋鲜 públic浅 翻脑 榜 uma führt I said, Mountain Ocean Let's go to the Paradise I said, Mountain Ocean We're here Come on, let's celebrate Forget where we came from In the Paradi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et me, let me, let me be on your shoulders Let's go through the paradise It's a mountain ocean Let's go through the paradise It's a mountain ocean Let's go through the parad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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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Hey there,飛碟有一點的各位 我們來聽聽廣播女神的日本行吧 大阪比我想像中以前的印象好像變得更亂了 就是人潮慢慢回復 以前我覺得沒有那麼多的 可是因為我去大阪很久以前了 之前我沒有印象有那麼多牛郎 但可能我這次住的附近就是牛郎街 所以整條就是很整條都是像風俗 就像你住在歌舞伎亭旁邊這樣子 就比較喧滑一點 對對對對對 很多喧滑KID 對,然後那些牛郎照片都很神秘 那你有被騷擾嗎? 完全沒有啊 就是當地人會有說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走在路上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皮條客拉嘛 就是你要不要去牛郎店消費 或者是因為它同一條不只有牛郎店 它有很多是女僕的 就是男女都有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年輕的妹子的話 漂漂亮亮一個人走在路上 也有可能會被招攬說 要不要來做酒店 對,要不要來上班這樣 但因為我們都 我們年紀看起來就很大啊 誰會找我們 然後 對,牛郎店還是要這種有消費能力的阿姨 我說招攬阿姨上班 然後經過一些店還會寫說 本店最年輕的 本店最 我們 21歲 就是標榜我們店內 就是女生很年輕這樣子 各式各樣很神秘 但是有點 有點太亂了 所以我有點 不是很 習慣耶 好像有點太混雜了 所以應該是住那個區的問題吧 就不應該選那邊住吧 對,可是因為那邊去很多地方又比較方便 因為待的天數又不多 所以 因為是大鬧區的關係 所以不管你晚上要去 除非是當地人帶你去一些 可能日本人當地才會他們去吃的 不是觀光客那麼有名的 不然可能你去一些大的店 或是你去唐吉柯德之類的 哇,裡面那個人潮真的是非常可怕 所以你一進去我就想馬上出來 就是什麼東西我都不想買了 所以人非常多 就算現在沒有陸客也是人這麼多 韓國人、香港人 然後歐美人士也蠻多的耶 看來日幣貶值還是為他們帶來了非常多的觀光財 真的很多人在那邊大購物 然後我們去環球影城那天 其實相對來說已經是人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應該是低點的人潮 但是你見到那個任天堂園區也是人山人海 超級多人 當人山人海又是夏日炎炎的時候 你需要的就是髮基因 頭髮冒汗扁塌 炎熱的夏天油臭味飄散 瀏海變條碼一直貼著額頭 那你就是需要髮基因啦 你如果真的是在外面想要香的話 可能是可以用水因子 然後噴在你的頭髮上 但是髮基因最主要的是在對頭皮好的品牌 所以從洗髮精到潤髮精護髮素 然後都是呢在對頭皮非常非常好的 那髮基因呢不僅洗髮精清潔到位 頭皮保養品呢維持油水平衡 從肌膚啊就是從頭皮根本改善去強化 你自身的頭皮防護力 那現在呢髮基因有專業的諮詢師 隨時在線上為大家服務諮詢 所以你想要知道你自己是什麼樣的頭皮 適合什麼樣的頭皮保養品 然後呢你現在是什麼樣的身份 譬如說你是我即將懷孕了 對我即將懷孕了 然後我要選總統了 這件事情 我要顧好我的門面形象 我一定要維持一些政治禮儀 然後或者是你已經生完小孩 你已經當媽媽了 然後你都可以安心的去詢問去諮詢 那當然馬力馬克的髮基因的團購呢 現在已經進入到倒數了 你也可以在我們的IG的線動當中 或是在我IG的profile的連結的第一個 你就可以找到了髮基因我們的隱藏賣場 這是我們今天要跟你講的第一個訊息 第二個訊息呢 這是飛碟聯播網要慶祝中秋節啦 馬上中秋節要到了 那今天電台呢 有準備中秋禮物要送給大家 你可以上飛碟聯播網的Facebook臉書 在精選區裡面找到UFO中秋就甘心 各行各業小故事募集的活動貼文 然後點到表單裡面呢 你就有機會可以在下個禮拜 918到922的活動週當中呢 跟我們空中互動 暴走中秋好禮組 中秋好禮組呢 有超級多像是方姿日月養生地基金提供的 醜白兔中秋聯名禮盒 裡面有地基金地獄金還有那個很漂亮的杯子 一個是限量獨家圓圓滿滿的祝福提袋 還有優活元力提供的300億純淨益生金 還有2月3日甜點工作室提供的中秋入門組合 像裡面有月球月餅蛋黃酥跟柚子酥 總之呢我們的活動報名直到9月15號 相關資訊呢請上飛碟聯書查詢 那下週一9月18號在我們飛碟有一點也會開箱 這三項中秋好禮給你看喔 而且這個中秋好禮組不是你哪一個 好像是你得到的就是三個一起送給你耶 太快樂了吧 這個很讚 好爽喔 好在飛碟聯網的Facebook臉書 就可以找到這個活動的頁面啦 好 好 1點19分 那飛碟有1點 那麼在今天的飛碟有1點 我們也有一位大來賓會來到現場 跟我們聊聊她的首張個人專輯 瑪莉之前在蝦皮直播已經遇過她了 所以瑪莉對她應該已經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那個印象深刻 導致於有一個事件之後 其實我對於其他事情已經完全忘記了 我就自己 不記得她講的是什麼其他事件 我就覺得 對 充滿愛的專輯 沒錯 她那時候來的時候 唱片還沒發 只有數位的 但是她後面玩遊戲真知精彩 好喔 所以待會我們會請到這位大來賓 年輕的孩子 王Aden來到飛碟有1點的現場 她已經在我們對面了 她現在已經在隨著音樂搖擺 隨時準備要衝進來的那個狀態 我們先進個廣告 然後先休息一下下 她真的很嗨欸 待會馬上回來喔 1點23分 回到飛碟有1點 我是歐瑪克 我是瑪莉 你說這叫天秤座 你是喜歡 對啊 你是天秤座嗎 我是喔 讓我們掌聲歡迎王Aden 耶 大家好 瑪哥好 瑪莉好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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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她現在能量滿滿 她滿到那個能量是一直流出來的狀態 溢出來 你必須要控制一下你的念能力 你要封印住一點 我怕你晚上等一下會沒力 她有看獵人嗎 我其實沒看獵人 那你是看動漫的人嗎 我在《火影忍者》 跟《航海王》 跟《東京參總》 跟《晉級的巨人》 但其他都沒有了 就只看這四個這樣子 我覺得看那幾個比較有名 我覺得看那幾個比較有名 可是這幾個還算是偏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還能get到的 《火影忍者》跟《航海王》這樣子 因為獵人是不是比較OG一點 你說獵人更OG嗎 是嗎 我覺得 他是跟《航海王》同一個年代的嗎 差不多 獵人不是比《航海王》更早喔 而且他是叫《航海王》喔 他叫《奪順》 欸我以前是叫海賊王對不對 對啊 沒有我是以前是海賊王 但《航海王》 其實後面不知道什麼叫《航海王》 但是我以前在看的時候 我們班上都沒有人在看《獵人》 大家都是看《火影忍者》跟《航海王》這樣子 所以但是為了跟同學接軌 所以看了《火影忍者》 但聽說是蠻好看的啦 但我感覺要去追一下 也不用 也不用這樣敷衍我們啦 不是不是 因為最近沒有什麼消遣 所以就是看動漫其實是蠻放鬆的 那平常你有什麼消遣 平常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能量會那麼滿嗎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剛剛去做了我平常唯一的消遣 就是去健身 所以我現在是那個 健身後的那個多巴胺 的頂峰狀態 但是多巴胺一退之後 身體就會變得很虛弱 就是啊 所以我現在是很像是 那個氮氣開到滿的狀態 但氮氣 那個一開完 就是直接會變 比平均值還要再更低 我真的很開心也是運動員我們是第一個欸 對 好啦我們今天邀請到了王Aden 是因為他發行他的第一張專輯 叫做Be A Lover 然後這張專輯裡面有十首歌曲 我們先就請王Aden來介紹一下 你當初呢叫王Aden這個名字 你有沒有想過你這個 你出道的名字要叫什麼 就是當初我走在路上 我就覺得欸最近這樣開始發作品 那是2019年的時候 我就那時候在工作室附近顯晃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叫王玉藤嘛 我本名叫王玉藤 然後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就不知道什麼 我的直覺都覺得欸人要有愛 身為一個人要有愛 所以我就想欸王艾騰 這樣子 王艾騰 我就想艾騰 因為我很喜歡我名字的那個騰 所以艾騰艾騰 然後我念一念就欸 好像可以取名叫Aden喔 所以Aden這個名字其實是艾騰演編過來的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是只有Aden 這個英文用了一下之後 我覺得欸好像 不好找 不過接地氣 就是身為一個華人 需要有一個那個中文的姓氏 所以我就加了王艾騰 艾騰王這樣 好了所以王艾騰就出來走跳了 然後走跳一開始呢 你是有先自己做歌嗎 先幫別人做歌了 我一開始先幫自己做 但是我的前期就是 一開始是先幫別人做歌 然後讓大家認識我這樣做到 然後後面一直到那個想個你六四 之後 才覺得說欸 其實自己比較喜歡 做自己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就開始發展自己的生涯 在資料上面呢 我看到你曾經有寫過一首歌 然後去追直屬學姊 叫做最愛的直屬 對 這首歌為什麼沒有收進去呢 Be A Lover 不是應該要收這個很 很有紀念性的歌嗎 哇 你這樣講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 對啊 因為那個是我 Youtube 就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作品 他在我Youtube第一個發的作品 對然後那時候是用Windows 就還是在用Windows 其實很簡陋的錄音軟體錄的 然後就 就 可能算是那首歌開啟我的音樂直走直路 對 那你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放給你的直屬學姊聽 喔那時候是這樣子 那時候 喔 其實那時候很別扭 結果那時候我是想要現場 唱給他聽 沒有現場播給他聽 因為我還有自己拍MV 在我家樓下公園 你還有自己拍MV 對 你自己架著然後自己走來走去 我那時候就用手機架 然後在我們家樓下公園 我就穿了一個拖鞋 然後 就很邋遢 因為那時候才高二 你什麼都不懂 所以就是自己拿著他送我的抱枕 在那對嘴 在那 超白癡的 我現在可以給你們看 然後我原本是期待想要拿手機 直接給他看看他的反應 但我那時候我記得好像什麼 就是他 他說他 後面幾天都要忙了 然後就沒事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就自己 一個很小屁孩的狀態 我就自己在那邊生悶氣 我就覺得說 欸我明明是做了 很期待想要給你看 但你卻跟我講說 你要忙還是沒有辦法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個 一個 一氣之下 我就直接用Youtube傳給他 對就是我就直接用網路傳給他 然後他看完之後 他就說 就是 謝囉 就是欸好感動喔 什麼哇這樣子 對然後 等一下他那個反應是你喜歡的嗎 就是我 我想講的是原本我可以 他想要當面看 當面看他 當面感動他的反應 但是就是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他說他沒空 所以我自己在那邊 不爽 我就直接就先傳 因為我很想趕快跟他分享嘛 所以他給我的反應 就直接在網上 哇好棒好開心什麼 但是後面我們有在一起啊 我們在一起了十個月 然後他上 就是他就先上大學 然後那時候我還在高三 然後就跟我分手這樣 他怎麼提的 他那時候就是 突然就 可能 覺醒吧 覺醒 應該是大學的同學跟學長吧 對啊就是他可能因為大學 就覺得哇大學這個生活其實好酷喔 我不要再跟這個 還卡在高中的 那個小男生交往這樣子 但我完全能理解 然後他就突然就不理我 然後我就是欸 嘴巴想是不是要把 現場把他聊清楚 然後他說給我兩個禮拜 然後兩個禮拜 就是 他兩個禮拜過後 他也沒有祖宗祕舞 然後那時候我就知道差不多了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好像就現場 喔就 最後現場他他他在我家 我們就是 最後 抱頭痛哭 抱頭痛哭 就把他稍微抱了一下 牽了一下之後 然後就分手了 哼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一直聽那個 說不上愛就別說 啊幾點點喜歡 這首歌 我再聽個三天 哈哈哈哈 你不是反而一直聽自己最愛的直屬喔 那怎麼聽得下去啊 我那是跟他告白的 哈哈哈哈 我聽那個失戀歌 那三天 然後那個時候 喔所以有一個分手之吻這樣子 有一個分手之吻 那這一段對你來說 這是你的初戀嗎 這是我的初戀 最純的 最純的 對我都只交過三個女朋友 然後他是我第一個 然後 是最沒有想太多的 最 而且最沒有 什麼 想說要賺錢啊 要夢想要工作的 就是他是完全就是 我還在給我媽養 他也還在給他爸媽養 然後我們兩個 就是很無憂無慮的在一起這樣子 從第二個開始以後 就已經在想工作跟事業的事情了嗎 對啊 你現在不是才22歲嗎 差不多 因為我大學沒讀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是 要一直 就是一直想著要自己的 生涯的發展 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被社會荼毒 後面你的 你的第二任 就有開始覺得說 Adan你這樣不行 那時候不叫Adan 裕腾你這樣不行啦 你可能還是要做些什麼事情 這樣子 沒有我的第二任是 後面兩個都是我提分手的 但我提分手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 我現在還不滿意我自己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也要跟他們講對不起 因為 我應該早點意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就 當初就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但話也不是這麼講 因為就是要 試過你才可以學到東西 那那個時候 裕腾我可以陪你啊 他們有這樣講嗎 他們有 但就是 我就是 我其實蠻狠的 我就是還是說 先不要好了抱歉 是不是直屬學姐 給你的傷害還大 是不是你那時候 聽了那三天的那首歌 就是那些被你甩掉的人 也要聽三天那首歌 如果是當初一開始就願意 為什麼你要跟我在一起 直屬學姐 讓我認知到 說一個感情 就是她真的是雙方 一個人說不要 隨時就是可以不要 對啊 所以其實蠻殘忍的 但她讓我認知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之後就 願意要當殘忍的那一個 我之後我覺得 我一定要 萬般的 確認之後 就是這個人的生活 跟我的生活 是可以 螺旋上身 互相 你說DNA嗎 對 DNA 就是我們可以像DNA這樣子 你又幫助到 我又幫助到 你又啟發到 我又啟發到 好像兩個人在一起 真的會比兩個人單身 還要更快樂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 才適合在一起 但我覺得 好難喔 出社會之後 是不是很難認識新的人 是蠻難的 可是你的環境 應該會很常認識新的人啊 大家都這樣講 但我覺得我環境其實 蠻封閉的 不會說介紹什麼 一起做音樂 然後去玩玩玩玩 然後家人可能很多的創作影 你又去你沒有認識各式各樣的人 喔 那可能我自己比較 封閉一點 對自己比較封閉 我發了這張Be Your Love之後 芝術學姊也來 傳訊息給你嗎 所以我聽了你的這張專輯 沒有欸 你們現在還有聯絡嗎 但我前幾天去看她IG 她變蠻胖的 所以我就 我想說 欸謝謝 只有你今天 嚇到我 他是不是 他說很好笑 我就想說 OK喔 我現在 你就各做各式吧 謝謝 各做各的 你就享受你的人生 我就享受我的人生 大家應該也是 近 他應該是近社會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就像各幹各的事啦 嗯 也沒有再聯絡 嗯 我們現在聽到這首歌曲呢 叫做 卡住了 我們先小聽一下 待會再繼續來跟 Aden聊天 Yeah 我卡到爹 真的卡住囉 I'm stuck forever with you 跟你卡從上一陣天都動不了 I'm stuck forever with you 盯著你眼睛 除了你我都不了 害我動彈不到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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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CD上面 聽到的聲音 跟現在我們在講話 聽到你的聲音 非常不一樣欸 那時候這一張的錄音 跟製作 是誰弄的呢 呃 就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室弄的 那那個時候你是怎麼樣挑選 就是你想要把你的那些低頻 跟一些比較 顆粒的聲音就全部都濾掉 唉唷 你聽得出來喔 對啊為什麼 你聽得出來我那邊低頻很少喔 對啊你為什麼要把它全部濾掉 沒有可能是跟我聽 因為我聽很多 Chris Brown 就國外的那種RMD 他們低頻都蠻少的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呃 會去追那個那種聲音 但我其實現在做音樂會把 中低頻回來一點 因為我覺得 其實暖暖的聲音也 就聽起來比較自然 就我現在不會去像 歐美一樣那麼暴力說 把高頻拉得很尖 很突出 我現在會 就是呃 呃 留一點 呃 留自然的聲音留多一點這樣子 而且你本來的 就是現在的本嗓 原聲 他其實辨識度超高的欸 你說我現在這樣子嗎 對啊 就是 一聽就知道 你可以 呃 隨便啊 我自己的一個小建議 就是我很羨慕這種聲音的人 這種聲音是 很大管很粗 然後你是 感覺起來怎麼樣亂叫 你的喉嚨都不會壞掉的那種 之前我去上S姐的節目 他說我 講話很難聽 他說 他說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你就唱歌就好了 他說 因為那時候我上節目就是這個聲音 就說 欸大家好我是王一等 他說 蛤 這你講話是這樣子嗎 然後他說 他說 你講話怎麼感覺很沒內涵的感覺 你講話很沒內涵 他說我講話很平很扁很沒有內涵 然後他說 對對不起好 就只唱歌的 欸這個聲音就 就一個 呃 聲音教練來說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種聲音 就是很原聲的 很原始的聲音 喔你是教唱歌的喔 我不是只要唱歌我只要聲音的 只要聲音的 只要說話的 你說怎麼正確的說話 對對對 怎麼這樣正確的發聲這樣子 哇 所以我就覺得 我自己是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聲音 可是我很羨慕這樣的聲音 然後有一些人 是這種聲音的 我就會覺得 很羨慕 像是德仔 賈培德 或是熱狗 OG 你說他們的講話痛 他們講話痛 一出來就是 那個聲音會 嗯 的那種 共鳴超好 對啊 我之前那個 有人跟我講過說 呃 就是講話 聽到用一個正確方式講話 這樣可以 耐久度高一點 對對對 像你現在講話 反正就是蠻兇腔的 我現在就是蠻氣音在講話 不是我的本桑講話 喔是那你本桑會是怎樣 哼哼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喔 哇 對 如果真正就是用比較 呃 聲音的講話 可能大家就會像S姐說的 聽到聲音好難聽喔 好扁喔 好像聽起來有沒內涵喔 可是這個是真正我們 應該要使用聲音的方式 喔 喔 我一激動的時候 我覺得你看 我就比較 那個感覺出來 但如果 比較省力的放鬆的話 就是會聽起來像現在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講故事 欸 那個人跟我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是這個聲音 但如果正常就是 欸大家好我是王Aden 結果就會是這個聲音 但如果你想要讓你 就是聽起來 讓別人覺得 哇王Aden你好有內涵喔 你就氣再鬆多一點就可以 欸那是不是一個心理學 就是你要感覺好像比較不在乎 感覺欸 對啊 還是你用一個比較鬆的方式 是 是比較 送氣送多一點 就是好像 就是很 啊 對直屬學 不是那個直屬學 對未來的女朋友講話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溫柔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好像聲音很有質感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聲帶不是太好的事情 是嗎 對啊 你送氣送多你就是磨損聲帶 我以為這樣是一個很圓潤的講話方式 這個是一個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喜歡的方式 對啊 但大部分喜歡的不代表是對的方式 了解 欸上一課欸 謝謝你馬克 讚喔Aden 對啊 上一課 好啦這張專輯Be A Lover 那我們來講講為什麼你這次會 要出這張專輯 然後把專輯名稱叫做Be A Lover 當然我知道你剛剛說 愛對你來說很重要 人就是要有愛 但我其實 嗯 那個只是一個 專輯介紹的一個講法 但其實真正會取這個名字是因為 我大概 兩 一兩年前那時候 年輕氣盛 就是對網路上的各種動靜都很敏感 我記得那時候常常在網路上面看到 很多 酸民會在 一些 無論是成功人士或是網紅藝人 就是各種人下面都會 他們會去 酸 酸他們 然後或者去 嗯 留一些言說 他一定是 幸運 他一定是家裡有錢 他一定怎麼樣怎麼樣才會成功 就是一直去拉低別人的價值 然後來提高自己的那個存在感 然後我就會 因為那時候 我一直每天都想 喔 我要自我進步 我要從各種小事上面看到 可以讓自己變好地方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你們 都要看到事情 壞的一面 壞的一面 這樣子只會把自己搞得更封閉 你自己也不會 學到東西 為什麼你不去 就是看 欸 那個看那個人可以從你 從他身上學到什麼 或是他有什麼 好的習慣 是你可以 那個獲取的 這樣你不是自己變得更好嗎 而且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面有一些正面能量 你整天在那邊罵 也沒有用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是先從 Don't Be A Hater這句上面 去著手 然後Don't Be A Hater的相反 我才自己就覺得說 欸 為什麼不去Be A Lover 為什麼要去Be A Hater 對 所以其實我那個 我做幾件 後面周邊的衣服 它上面就是會寫 Be A Lover Don't Be A Hater 所以其實是從這個 欸 想要自我進步 然後同時又可以 為這個世界帶來一些好能量 下去取名 王Aden的自我成長專輯 也呼籲大家都一起 一起成長的 Be A Lover Yeah Yeah I just wanna be the best 在唱歌上 在吉他上 在做音樂這件事上面 I just wanna be the best man 我是最會唱的21歲 要讓你看見我最完美那一面 我是最會唱的21歲 要是輸了我該怎麼再來一遍 I 我我我我我我 I 我我我我我 I I 愁勞都提高 我早把你当成我的day one 完全相信我怎么能let you down 答应我会给你 我一定会给你的lifestyle you can imagine 当个幸福的人 拜托让我看下你笑容的责任 I can take a look for granted 最会唱的二十一岁 现在他已经二十二岁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王伊登 大家好我是王伊登 来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 Be a lover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 最会唱的二十一岁 里面在唱的这一个是 你二十一岁的那一位另外一半吗 是二十一岁自己对于未来的憧憬 什么叫二十一岁的另外一半 你说 因为听起来很像是你在对另外一个人说 我会照顾你怎样怎样怎样 原来是对自己唱 对自己的期许 就是说对想要照顾身边的工作伙伴 然后想要让家人骄傲这样 对走到这 你会有个蓝图吗 就未来想要走到哪或是想做什么 我其实最近这样子跑一连串通告下来 就是我反而会内省 就是因为之前还没有跑过这些通告 上过这些节目就会比较好奇 但现在该跑都跑过一轮之后 我反而回到自己内心就是觉得说其实 我想要这样的生活嘛 对就是我其实真的最喜欢那个做音乐 就是跑通告输出这些东西当然是需要 然后当然可以认识新的人没错 但是耗年能量 对但是我是喜欢宅在家里 就是研究那些音乐跳舞 所以我你刚刚讲那个蓝图 我现在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很舒服的空间 我最近把那个目标也定在 我想要买一间那个窗户很大的房子 然后盖一个录音室 你说很大落地窗这样子 对然后可以在那边做音乐很舒服这样子 但在台北感觉好难 就是预算高一点 对啊预算很高 还是我们搬去虎尾 台中 我直接讲虎尾 虎尾在哪 云林 真的喔 云林比较容易整个透天处的 云林可能现在 其实不是不行欸 对啊 而且现在高铁那么方便 你就在那边玩玩 等到宣传就上来就好了 好像可以计划一下 或是未来宣传可能都可以写一个AI的code 就是把你自己输入进去 然后就让他去访问就好了 对啊 对啊 他在用他那个 那个王Aiden 你生机这样子 把我打的文字讲出来 对啊 哇好像可以欸 欸你要听我的AI吗 有吗 我可以让你听我的AI 好 你选了我还选择 对我来共感无差 我谁又不是不知道 这确定是你赎料 反正我很努力吗 好咯 那我的AI呢 因为他现在受限于某些这个 软体上面的问题啊 我的AI目前他只会讲英文 哇 哈哈哈哈哈哈 这太屌了吧 双语AI 他还不太会讲中文这样子 你现在的决策 会让你不愉快 可能因为这些选择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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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会从很害怕 如果你要努力 对啊 他没有那个断句的 glitch的那个 对他的断句跟尾音还不太会处理 他不太像真人就是 我在一个句子要结束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懂我要结束 可是他目前他都会直接这样子顺下去 但他没有颗 他没有那个啪啪啪啪啪的颗粒感 就是他是蛮真的耶 你说他不会那个 如果您的身份证字号是1 请按1 这种东西 就稍微想像一下是会觉得你真的在 还可以讲话 在录一个什么 什么英国访问电台的等等 对 对对对对对 哇好强喔 如果你不喜欢那个 面对大家 就访问对人来说 比较好能的话 你可以 想办法去做一个 那 我觉得 还是要做 就是我觉得访问还是真人比较 对我来公开木擦 我谁又不是不知道 这确定是你数了 反正我很努力吗 明天我就干掉它 Just the way you like Just the way you like I can whenever I want 我是当我正在目标的路上 你没可能再引起我注意 It is what it is 真的不用对不起 我告诉你 越是那么高兴 你只是急上一转 我们都不用那悲伤 只有习惯 但你逐渐变成pard of me Let it be 我说是哪呀呀呀 在我们的Telegram群组上面呢 很多人听了王Edan的聊天 然后听了你的声音之后呢 就说 这家伙蛮有趣的 这家伙 你们现在集思Telegram群组啊 他说下面那句是 是个不讨厌的屁孩的感觉 哈哈哈 诶这个很赞诶 我会拿起来 对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听广播的大部分可能 呃应该年纪差不多是你爸的年纪吧 都是你爸妈的年纪 我爸现在59岁的 好吧那比你爸年轻一点 假访你爸有一个40几岁的弟弟 这样子差不多 我這一次真的蠻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不討厭的屁孩 因為我想要保持那個衝勁跟屁 但是當然你知道有時候 我興奮的時候大家不一定興奮 我能量高都大家不一定能量高 所以我現在也知道不能無時無刻 不能一支那麼開心 對不然大家可能會有那個能量的落差 所以不討厭你的屁孩 很讚喔 很讚耶很讚 謝謝那位人凶 好所以我們都要維持點屁靈魂這樣子 對喔 但我覺得你的能量本來就是淘寫的那種能量 謝謝 可是你不用害怕 就這幾次接觸到你 喔那太棒了 努力的屁出來 對你就讓他屁出來 因為我覺得屁就只有這個時候 你才有辦法屁 屁是會慢慢不見的 是嗎 真的 你現在也是屁 可是你沒有到他那麼屁 你以前可能能量也是可以吹到這麼高 真的啊 那你呢 你感覺也有那個在實習過 你感覺是活潑的 哈哈哈 他比較更誇張 喔 你有沒有認識很久嗎 20年 蛤 哈哈哈 很久耶 對啊 雙馬 沒有我現在有點 我已經沒有辦法像王Eden那樣這樣子了嗎 欸我每一次接觸到他 我就覺得很像是在 你知道很可怕的妖怪在吸他的能量 喔你在吸他的能量 對對對 因為他就是會有很多的東西可以一直給你 就像是一台衝很快的車 然後大燈又很亮 欸對 都那種感覺 剛剛你已經說到 因為你現在運動完 所以你有很多能量可以給 那如果你很低檔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很低檔我可能就 再去運動 就不會那麼多笑容在我臉上 對我現在是真的滿開心的 但是我低檔的時候就稍微會比較 可能會 正經一點 會弄會玩一下東西 但我覺得你們兩個 但其實我覺得 互動的人也有滿大關係 因為你們兩個都 也是現在都滿 你說專心在聽你講話 搭頻率現在滿對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螺旋上升嗎 我覺得有螺旋上升的感覺 三重螺旋 三體 三體 三體這樣 我們現在那個vibe是對的 現在是對的 因為像上次你去蝦皮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晚上的通告啦 嗯 上次那個也滿讚的 對啊 所以那個晚上你還是吸得到他的能量 對 而且我覺得他還有把 李浩瑋帶起來那種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當天可能是四螺旋 四螺旋 嗯 其實我覺得你們要主持也滿 也滿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 可能 你說一直面對不同的人 然後想辦法聊天 對不同的人 然後那些人可能你們也沒有到真的 一開始就是認識 或是一開始就真的 去要去Diggin他的東西 你們變得像是 要 呃 他是一個工作 但是你們又要有 自然聊天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也滿謝謝各個電台的主持人 就是 因為 呃 就是聊不聊得起來 這真的滿重要的 嗯 對所以你們 因為你們也有你們能量要給 我也有我的能量要給 所以我覺得是 互相 所以謝謝 所有電台節目主持人 遇到你應該也都是很感恩啦 嗯 因為你就是很願意給的人 有一些可能會擔心會害怕 然後會雀場 然後 講得支支烏烏的 那個時候可能會比較難過一點 那太好了 現在這樣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還是要給你一點那個心理預備 因為現在你的多巴胺嗎 對啊 就是我們人體呢 多巴胺就是他有多巴胺之外 他還有另外那個多巴胺小精靈 對 多巴胺小精靈的目標呢 是在平衡我們的多巴胺 胰島素的概念 對對對有點類似胰島素 或是人的身體裡面 所有任何的激素的概念 我們的人生都在 人體他自動會追求平衡 對 所以當你運動完 你分泌了很多的腦內肥 就是讓你現在很快樂的時候 多巴胺小精靈就會站到那個 天平上面另外一端 會 那多巴胺小精靈他們是在做什麼呢 他們就是 會要讓你不快樂 就把他拉回來 他要把你拉回來 就跟那個 就是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講那兩個字 你說你說 其實就跟吸毒一樣 就你有一個害 對 當你滴回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他是漏 但其實他是平衡回來的一個感覺 可是那個漏會讓你覺得很真實 所以會讓你一直想要再去想辦法把它害起來 可是你的劑量就會 越打越重 越打越重 所以 如果我們一般人想要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不應該去追求 做可以大量分泌多巴胺或是腦內肥的事情 對 我們應該要去想辦法去做一些 我們會很討厭的事情 或是不開心的事情 欸是耶 就當我們去做不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那些多巴胺小精靈 他們就會想 喔這個人不開心 所以我要到天平的另外一邊 然後就會開心起來 所以我們要一直注意自己 就是現在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開心的時候 我們要做不開心的事 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要做開心的事 我好矛盾喔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要非常謝謝王Aden 王Aden 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跟我們宣傳的部分 呃 我想笑 就是 我幫你看對面有沒有提示 沒有就是我 明年 我在籌備我的專場啦 但是現在 就是 也還沒有很確定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大力嚷嚷這樣子 追蹤他 對 但是可以追蹤我 希望明年會有 可以辦專場 一位一場專屬於我的秀 可以呈現給大家 這樣子 然後IG 抖音什麼臉書 都可以打王Aden 然後 那個 鼓勵大家去做一些 自己不喜歡的事 讓自己的身體去習慣那個挑戰 因為有挑戰才能進步 然後謝謝兩位主持人 這樣子 希望大家都 Be a Lover 對 下一張專題 我們盡情期待 王Aden的 Be a Hater 誒好誒 誒這個主義不錯 好今天謝謝Aden 謝謝 謝謝 謝謝瑪莉 建築家裡面 但這個real life 有好多現實面 I got 家人 I got 工作 等我大力大力 Try to make him run 試著同情大力 Can be the perfect role in every area I'm on a date When my dream are can I marry ya 是給不情願的看清 不配擁有你現在 或許叫教典平座 但不是我 김נס 如果該到學會